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能不能先借我一些钱 出什么事了 没什么事 我就是想带阿国去看看病 等等 天心哥 我还有 就这么多了 好 谢谢 带金哥 你现在连个看病的钱都没有啊 有阿春的消息 第一时间通知我 你是不是经常听到一些声音 却又不知道谁在讲话 又不知道这声音从哪来的 对对对 他这种情况是典型的幻庭现象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现象 接电话的时候 特别 崔芳是一个莫生人 对不起大夫 我最近总是记不清过去发生的事 阿国不要来回走 回来坐好 对星哥 你叫我干什么 我让你坐下跟医生说 医生 我为什么要看医生 你 你是从什么时候发现这个毛病的 我有什么毛病 你刚刚不是说你总是忘记过去的事情吗 我说过吗 我 我说过吗 千万别紧张 刘主任跟我说了 他已经做了很多例这样的手术了 放心吧 阿春姐 她的头一到阴天就发作 以前服用的真通药安奶精不能再用了 我已经把新药都放到了卧室写字台中间的那个抽屉里 行了 说这些干什么呀 静说些没用的 你现在呢 应该平静一下 踏踏实实的进去做手术 你的手术一定会成功 相信我 我就在这儿等着你 嗯 你好 是唐小华女士吗 哦 是 哦 好的 请跟我走 去吧 嗯 拜托你们了 你的资料我们都看过了 虽然 你有在美国留学的背景 在我们国力任英文教师 没有问题 但是 你的经历太过复杂 我们有些担忧 哎 要知道 台湾现在正处于 政战制度下 所以 校长 嗯 我家里的情况是这样的 有两个人 患了重病 需要我挣钱去给他们看病 所以 对不起 我不想惹这个麻烦 哦 孟先生您来了 来来来 快请进 请进 哦 对不起 我来客人了 哎 等一下 不好意思 校长 哦 她是我朋友 能不能先让我跟她说几句话 好 去吧 谢谢 没想到在这儿遇到你 刚刚你说的话我都听到了 我没想到的是 你们现在的情况竟然这么不好 哦 还好 总会有办法的 嗯 还能过得去 这些钱 你先拿着吧 什么意思啊 我怎么会拿你的钱呢 这还真不是我的钱 是阿菊 生前的狗费 我忘记交还给孙家的人了 正好 你帮我交给他们 你总得让我 对得起阿菊吧 哎 我还约了校长谈事情 改天 我们再聊 媳妇啊 伤口还疼吗 没事儿啊 很快就喝起来 你这一天也没吃东西了 人是铁饭是钢 啥也不吃哪能行啊 哎呀 好啦 多大事儿啊 啊 不就做个手术吗 看给你臭眉苦脸的 你是谁啊 你是我媳妇 你唐小华变成啥样我都喜欢 绝不嫌弃你 下一个 下一个 你说你 做完手术到现在啥也不吃 这人是铁饭是钢 没阴阳哪能行啊 没阴阳你伤口怎么恢复 啊 你出去吧 我想睡会儿 好 我回去可以 但你好歹 给我吃过水果的 把嘴上来 来 我真的想休息一会儿 你出去吧 味道 媳妇 我跟你说 咱们是一家人 没有啥过不觉看 你唐小花 永远是我叶中医的老婆 这个改变不了 无论你变成啥样 我都要你 只要你好好的 知道吗 我累了 你让我睡会吧 好啊 好好好 我不说了 你别激动 别难过 你难过 这个伤口不利于愈合 你不想见我 没关系 跟人嫂子大老远过来看你 你到底见不见她 你怎么不早点说 快 快让她进来 我也想早点说 可是我得让你这个丑丫头 把情绪稳定了 再见大伙啊 我好了 我没事 快让她进来 你别动 你别动 伤口更红尚 我这样行吗 美着呢 我叶中益的老婆 比谁都好看 好了 那我把嫂子叫进来了啊 你们话话聊聊 吃点东西 电话 伯父 阿海啊 你可有日子没来了 赞青哥在吗 不在 不过他马上就回来了 那我在这儿等会儿 好好好 来来来来 你来得正好 我今天在玉珍斋 买的凤眼糕 来来来 你尝一块 来来来 这么好的东西 那你留着自己吃 哎呀 你客气什么 咱们又不是外人 来来来 吃吃吃 伯父 我听赞青哥说 最近家里好像没钱了 我正好带了点 哎呀 你跟我来这一趟 手头上现在还可以 阿菊啊 留下一点稿费 还够支撑一阵子 啊 快 阿菊 留下一些稿费 是啊 哎 怎么了 没事 您拿着先用就行了 怎么 这 这钱有问题吗 啊 哎呀 你说呀 到底怎么回事 阿菊 根本就不可能有稿费 因为他小时候没有发表 至于他之前写的几分 正顿的文章啊 他连自己都养不活 但没关系 这些钱啊 您就拿着用吧 我估计啊 是那个姓孟的 良心过意不去 给您的补偿 他看错人了 对不起 我不需要别人支撑 阿菊啊 请你帮我把这钱 还给他 啊 伯父 这个钱你拿着 新梦能给你再多的钱 都是应该的 因为阿菊的死 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你这么说 我就更不能拿了 再青啊 你来得正好 你把这个钱 还给那个孟公子 请你转告 我孙仲传再穷 也不需要别人的吃手 阿春姐 你还记得 当年我们肯框队里 有一个戴着眼镜 手风琴 拉得特别棒的小伙子吗 我记得那时候 我们都叫他 快乐的手风琴 你别说呀 我对他 印象还是很深的呢 我记得他那会儿 没事就给大家伙念 英国的 什么美国的诗 什么的 对不对 你怎么突然提起他了呢 你还跟他有联系啊 他现在过得好吗 他呀 他回到杭州老家以后 先是在一家国营厂上班 后来还考上了大学呢 是吗 毕业以后啊 就被分配到一所中学 当语文老师了 而且 他还一直 单身独居着 这不就以前 也是被查出来 得了癌症 也是刚做完手术 在医院里 正在进行康复治疗呢 他也得癌症了 我们啃荒队里的小伙伴啊 都说他一直 一直未婚 是因为我 其实 他现在身边 很需要有一个人 来陪伴他的 而且我们都同病相连 这癌症病友 更应该在一起 相互鼓励 相互帮助 对吧 所以 我想离婚 去杭州 快跟我说 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呀 没有 在这儿等会儿我啊 我去叫大夫 看看是不是 是什么手术后医症之类 阿春姐 阿春姐 你坐下 听我说 快坐下 好 我听你说 我跟钟毅吧 虽然在一起 生活了二十多年 但我们是什么情况 你很清楚 可是我跟那个小眼镜 就不一样了 我们都是知识分子 有共同语言 而且 这癌症病友 更容易沟通 我们同病相连 心心相惜 而且 而且什么呀 你是不是疯了 唐小华 是 医生呢 也再三地提醒我 说做了这个手术的人 情绪波动会比较大 可都有没有像你这样的 你知不知道你今天晚上说了些什么 你是天上一角地上一角的 你编这种谎言 你觉得你能骗过我吗 能吗 我 小华 我们都对你有信心 你就不能对自己有点信心吗 我告诉过你了 手术很成功 非常成功 你会好起来的 一定会好起来的 可是 我已经 不是一个 完整的女人 我想去杭州 她真的在等我 她真的对我很好的 我 我现在说的 都是我的真心话 阿智姐 我求你 我求求你 你跟忠仪在一起吧 我 刚刚收到消息 他们从北京 回到泰州了 病情怎么样 现在还不知道 关键是我过得去吗 过是过得去 但是有风险 这不是问题 我又不是第一次去了 那 那好 明天正好有我们的船 北上 你到泰州之后 换小渔船 一会儿 我去给你准备医务 好 阿海 我岳父他们父女俩就交给你了 放心吧 谢谢 紫青 怎么了 今天找我来 有什么事 这根本就不是阿局的搞手 收回去吧 这 这是不是搞仇 有那么重要吗 重要 孙家老爷子脾气倦 他觉得你这是在侮辱他 我这么做 怎么做 我觉得是我 应尽的义务 阿局的死 我心里 一直过不去这个坎 我觉得我也有责任 你当然有责任 孙家父女 现在生活得并不好 阿局的姐姐阿春 又得了癌症 有时候 我甚至想 阿局 要是真能托梦给我 在梦里 我都不知道怎么面对她 我已经做好计划 明天就去看阿春 回大 回大陆 你回得去吗 这你不用操心 我们就是吃这碗饭的 好 那 再见 你看这样行不行 这笔钱 你先收着 可以换一些黄金 无论是 无论是给阿春看病也好 给老爷子 生活也罢 都行 就当 就当是我的一个 不情之情吧 这样也好 就当是你赔罪吧 好 阿春 你去看过小华了吗 看过了 他现在已经回去休养了 他情绪怎么样 就那样吧 湘怡姐 我约你出来 是让你帮我忙的 我想去台湾 去台湾 嗯 为什么 我想我家人了 想爸爸了 想妹妹了 而且现在咱们的新政策 不是已经出台了吗 像我的这种情况 是可以申请移居台湾的 所以我想求你帮帮我 我要是递了申请 能不能让我的申请 快点辟下来 不对呀 你怎么会突然间 想要去台湾啊 是不是小华跟你说了什么 哎呀 阿春 这小华现在是个病人 他说的话 你怎么能当真呢 不行 你不能去台湾 我不允许你去台湾 你 当初可是你把我留在大陆的 害得我不能跟家人在一起 我告诉你啊 这个忙你帮也得帮 不帮也得帮 自己看着办 好你个孙景春啊 你现在在赖我呀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 我更不能让你走了 我要让你在大陆 好好地度过你的下半辈子 过幸福的生活才行啊 你不觉得人最幸福的 就是跟亲人在一起吗 都这么多年了 我没跟家人在一起 现在孩子也大了 建军也不用我操心了 自己可以闯了 所以我想去 看看我爸 看看我妹 阿菊也刚走 他们真的需要我 你这么说 我也是可以理解的 现在国家对台储的政策 是来去自由 你随时可以走 不过我真的希望 你走了以后呢 经常回来看看我们 别把我们给忘了 我走了我就不回来了 你对我又不好 我干嘛回来看你 放心吧 我一定回来看你 阿春姐 我知道你在这边上班 过来看看你 你快点坐 你也坐 你也坐 你这么快就出来上班了 你这身体吃得消吗 没事了 与其在床上躺着 我还不如干点事呢 心情好 恢复得也快 说得也是 但是还是要注意多休息 别太累着了 这些天 你也没有来家里看看 终于还老提起你呢 我今天过来呢 就是想跟你说这事的 深情已经批下来了 我今天来是跟你告别的 我要去台湾 你要去台湾 嗯 阿春姐 你不能走 你 是不是因为我 唐小华同志 你真是个傻丫头啊 我告诉你啊 我不是因为你 是因为我太想我爹了 真的 那你什么时候走 应该也快了 那个人 我去台湾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淳 阿淳 你怎么 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听说你生病了 专门回来看你 你就是为这件事情回来的 是的 是误会了 生病的人不是我 你不要骗我 我托阿海打听好几次你的消息 可都没有得到准确的信 我所以才专门过来 我没有骗你 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 我真的没事 那就好 那就好 阿淳 你们跟我一起去台湾吧 我家里人还好吗 他们 他们 他们怎么了 阿海啊 你跟我们说句实话吧 在青到底有没有事 在青到底有没有事 如果真的有事 阿国也死了心了 阿 阿 伯父啊 你误会了 在青没有事 他只不过 是去大陆了 去大陆 对 为什么去大陆 因为 你大姐病了 在青哥放心不下 过去看看他 是这样 阿国 阿海哥刚才说的你都听见了吧 在青哥没事 啊 这下你放心了吧 你就安安心心 踏踏实实的等他回来 好吗 安静点啊 回屋去吧 在青哥 在青哥 他是要把我逼疯了 阿海啊 最近我睡眠不好 去了趟医院 医生啊 让我吃一些 有助睡眠的药 给我开了个方子 我也不知道搁哪儿去了 你再给我买一点啊 您说的是安眠药吧 哎 是 那可是管制药品 不能随便开了呀 哦 那就算了吧 哦 没事 我可以帮您办到 这样吧 过两天 我给您送过来 哦 好 谢谢你啊 你也不要太难过了 你也不要太难过了 都需要亲人去关心他们 哎 还好有阿海在 我每次出门 都托阿海照顾他们 我才放心 我才放心 再青 你为我做的很多了 谢谢你 哎 不要跟我说这些 就跟我一起回去吧 好吗 你先回去 我会去的 我已经提交了申请了 等申请批下来 我就回去 你 你弟过申请了 哎 那就好 那就好 我可以在香港等你 啊 阿淳啊 我这次过来 还很想见一见 我们的儿子 可以吗 啊 现在还不是时候 啊 啊 再青 简君现在很好 儿子出去打拼了 他说要干出一番事业才回来 让家里人过上好日子 他很好 你就放心吧 这些年是我亏欠你们 我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 所以从现在起 我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补偿你们 是 那 我就在香港等你 好 小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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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 中逸 原谅我现在 才对你说心里话 这些年 别看我们夫妻一场 风风雨雨一路过来了 可我心里 总沉甸甸的 甚至是有些感情 也未能向你全部释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华呢? 小华? 小华? 小华你! 小华你! 小华! 小华吗? 这小花一声不吭就走了 你也要走 你们是都不打算要我了 这个家也不像个家了 终于 没有人不要你 我 好不容易等到这个机会了 可以去看看咱爹 咱妹妹 你说我能不走吗 只与小花这次走 你们两个夫妻二十几年了 她这次不辞而别 你觉得问题出在哪儿呢 你有没有责任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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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